莫学兴奋蜜月之计 吐造丈夫遗弃之巨大变故 恳情导思开示 如何面对此不情寡异之人 他自知犯错 但死不悔改 应如何劝化 这一桩事情 在现前社会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常常讲 家庭 是社会的基层组织 社会像一个人生一样 家庭是这个身上的细胞 我们身体 如果十十多多细胞都发生问题了 现在人家的皮肤癌症了 这个是要命的 今天社会动乱 人心不安 真正的因素在哪里呢 在家庭的破碎 我们看看这个社会上 利婚率高 就晓得这个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现在的婚言之度 跟古时候不一样 古时候是 父母之命 没所知也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古代的婚言之度 古代的家庭 确实比现在好 那么现在人反对 古时候这个方法 这种制度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的后果 跟古时候跟古时候比一比 差太远了 古时候没有听说 离婚的 这个事情太少太少了 所以 身秀佳琪 二后果治 我们要冷静想一想 哪一个做父母的人不爱子女 哪一个做父母的人 不对子女 众生信服 他给你选择对象 差费苦行 他为你一身幸福 老人 经验 总比年轻人多 他是用理智来选择 不是感情冲动 这个自由恋爱 感情冲动 里头没有理智 我们还听 在美国还听到 早晨结婚 晚上就离婚了 乘什么话 这是什么 这个是感情冲动 毫无理智 所以在先行 这种自由的 这个婚姻制度之下 男女结合 一定要慎重 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年轻人 往往做朋友 能做个三年 五年 甚至于是有十年 然后再结婚 这么长时间的 交往 观察 两个人 能不能 一生 在一起相处 这个不是草率的 事情 我对这个事情 在讲经里面 讲过几次 不仅是对自己家庭负责任 传宗 接代 培养 优秀的底下 也在的 对社会 对国家 对世界和平 都富有 巨大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 婚后 会有这些 不幸的问题 发生 这个我也是常常提示过 婚前的时候 彼此都能包容 就像 祖师们所说的 不经世间过往 见不到对方的过失 结婚之后 一天到晚 专看对方的过失 这个日子还能过吗 如何能够维系 美好的家庭 一家人都能见对方的优点 对方的好处 对方的不善 都能够包容 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幸福 归骨 劝善 没有第三个人 在场 出之于 真臣善意 臣 能感人 致臣感痛 古人所讲的 今臣所致 今始为开 不能感动对方 是我们的真臣不足 能以真臣心 决定能够感动对方 是真臣 是至善 是对对方 有利益的 而不是有损害的 哪有 不会接受的道理 我们要遇到 这样一个人 对待我 我一定会接受 总而言之 要多虚 要开智慧 懂得善巧方便 这个问题 自然就能够 化解了